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現在這兩枚的銅幣 都是跟另一個人物有關的 這個人物大家都很熟悉的 就是猶太秦虎彼拉多 他雖然不是一個皇帝 亦不是一個昏風皇 但是當時猶太地方都是由他管的 所以都用了他的幣值來流通 在猶大的一些交易、商業的情境當中 他曾經出過兩種幣 現在大家都看到 這兩種幣就在主後29、30、31年的時候 都打造出來 這一個本雕彼拉多管理猶太 就是由主後26至36年 若某有成十年的寒暑 他的政治機關 設置在干薩尼亞 不過由於在猶太的節旗 他都要上去耶路撒冷 在安東尼亞堡那裡 做一些管理 以及看見有沒有什麼特別的事 即時要處理或者要做決定 而剛剛得那麼巧 就是當時有耶穌基督受審 以及至終釘十字架的事件 都是由本雕彼拉多主導的 那麼這一個本雕彼拉多 在他政治生涯裡面 就認真得不到人的愛戴 都跟他有時做些事 決策或者安排 或者甚至用鐵碗的政策 來鎮壓某一些這樣的騷亂 或者一些本來可以化小的 但是他就搞大了 所以他一直都不得到當時的人心 所以當有機會的時候 有人提出 他可能盡量都照著人的意願 所以當時人本來說要釋放巴拉巴 本來他都查來查去 耶穌基督無罪的 始終都要將耶穌釘十字架 就是因為都找回一些事 有機會人家這樣說 他就這樣照做 所以當時反而釋放了一個囚犯 而將耶穌釘十字架 所以為了表明他是無辜的 還洗手 所以當時這些錢弊 都是刻有彼拉多的名字 他就這樣說 他有一個人家在哪 他在哪 他就這樣說 他會問我 他在哪 他在哪 我才是